小伙伴们大家好 很高兴见到大家 在这个风和日历的早晨 我觉得我应该出去做点什么 让我看看 外面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 让我找找 天空似乎有一堆 是一个很高的天台 是一条很长的楼梯可以走上去 现在过来看看吧 应该没有多远了 这个苦力怕做啥呢 也太富有了吧 全部都是钻石 它难道就是从这个 最近的天台拿的吗 我去看看 它就这样直接消失了 或许这个是苦力怕的房子吧 反正这么高 我也上去看看好了 这边的房子果然不一样 非常的壮观 都是这种绿色的装修 让我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真是给力啊 还有一把帅气的钻石剑 这个好像是绿宝石剑 箱子里的钻石也是超级的多啊 这个苦力怕对我还挺不错的 这些东西带着我也出去吧 好像左边还有类似这种的天台 应该有很多的好东西吧 直接赶过去瞧瞧好了 我的房子终于建好了 再出去拿上一些物品回来吧 这个原来是墨影人的房子啊 建的这么高 肯定是要让我去玩的 这就上来了不是 真是挺好看的 还有墨影盔甲呢 真是霸气啊 这次真是赚大发了 旁边还有很多的墨影龙蛋 顺便也带着一些回去吧 这个上面是另外的村民天台 他的房子也是够高的 让我们来看看 有些什么好东西 你给我让开一些吧 真是没有眼力见 他直接跳下去了 不过还好 是掉在了水里面 我也没时间管他了 来看看房子里面 有些什么好东西 绿宝石的宝剑 箱子里面呢 绿宝石也是居多啊 非常给力啊 获得了如此多的好东西 我也要回去了 走了这么久 可算是到家了 我的钻石绿宝石都裱起来 放在这个上面很好看的呀 还有获得的武器套装也是很不错 就是这个人的房子 快点跟着我来吧 直接冲到他家里 哦哦 热下糟了 天色渐渐的好了起来 天亮了 该到我出去闯荡的时刻了吧 走喽走喽 冲冲冲啊 这不是我的好朋友吗 天气真好啊 你跟我一起出去玩吧 那行吧 努比虽然不是太聪明 说不定也能够发现一些好玩的呢 这个翘翅给你 那我跟着你一起好了 就是那边了吗 对的 跟着我滑翔过来吧 我找个好点的位置 翘翅也不是很好用啊 是从这边下去对吧 好高的悬崖啊 下面是一奇怪的图形 不管了 直接往他那边跳好了 好的地面有点硬 不过我还是活过来了 努比似乎有点起不来 我还是去看看其他的门好了 这边可以打开 有一个箱子 我靠 上刀 谁弄的垃圾在箱子里面 还是去其他地方瞧瞧 在这个跑车是我的 你别想着 新的一天开始了 小伙伴们 我最近菜地 也没有怎么去管理 这样一来 还是弄上一些蔬菜 让我以后 也有好的食物吃吧 这样种满 才有个家的感觉对吧 想他们施肥一下 也是很不错的 成长得很快 我还是把种子 都给收起来吧 准备去村庄里面玩火 外面什么情况 有个村民居然过来搞破坏 真是够离谱的 有本事你别跑啊 信不信我上来逮住你 可恶啊 速度可真的快 糟了 还有铁盔蕾来守着他 明明是他犯错了 现在真不是时候 铁盔蕾一直守着 那我就先回去 等到晚上再出来 这样不就有机会 可以报仇了吗 我可真聪明啊 还有这种很安全的武器 直接悄悄的 从后面绕过去吧 就是这样 肯定发现不了我的 他的房子咋还上锁了 铁盔蕾还在旁边 那我只好挖地道 进去村民的房子了 这样一路过来 很好 村民还在那边睡觉 让我看看他的箱子里 有啥好东西吧 超多的摩影球 这些确实划算 是不错 让我进去村民的脑袋里看看 说不定有值钱的 果然啊 绿宝石都被他藏在了这个下面 这一下我全部带着 可就发财了 哦吼 叶魁蕾 你们怎么进来的 大哥们 叶魁蕾 这一下我也糟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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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